還有一點喔 女生其實你結婚多久都一樣 一定要給一點時間 去讓自己漂亮一下 愛自己一下 要不然真的沒 他在教你的時候是 美少女 結婚後就歐巴桑 這樣子其實是不行的 對 所以這很重要 對 那所以說我們從這個地方 其實是可以去看喔 哪一個生肖的這個男人 太太是管得住 其實是因為他愛你 所以你才管得住他 我們現在第三條好不好 好 第三條 唉唷 俗羊了 他其實是非常的堅守本分 因為俗羊的人 他其實他的個性 他會比較穩 他穩就是說 環世琪他就是會比較穩當 不會亂來 他本身就是很堅守本分 所以說環世琪 他走到哪裡 他都會跟太太后做一個報備 做人來講的話 他就是會比較讓你能夠信賴他 能夠去就是去顧義他 做什麼事情 他都會怎麼樣 他會去準備考慮得很周詳 很周到 所以說他其實是跟老婆 有時候像出去什麼 他會跟老婆報備 老婆跟他所講的事情 他也會去記得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 老婆當然就管得住他 對 他是本身就很堅守本分 真的 這個俗羊的真的不錯 是 來 我們先進廣告 後面還有兩個很棒的老公要出現 好 來… 這魚肉是真的很好 對 還有一款就是 屬老虎的人 哎唷 老虎 他其實是愛情會比較專業 怎麼說呢 他大部分你看這種人 他就是自主性比較強 做事情其實他就是很勇猛 好像很有那個領袖的那種氣質 有感覺到 他走到哪裡很勇敢 做什麼事情都很 看起來像這樣 像熊爸爸 但是他其實是外表很熊 但是他有一個很溫柔的心 對 真的 所以他對愛情方面 他比較專一 他會顧家庭 顧自己的老婆 也會愛自己的兒女們 對 所以說他反而就是說 什麼事情 他會回過頭來去想想你 那這樣子的話 你當然就可以管 這比較無聊的 可是很多屬老虎也外遇啊 哈哈哈 對 那另外一種人 就是屬老鼠 屬老鼠 桃花 桃花很重耶 就是老鼠的人其實就是說 如果說他走到哪裡 其實他是很愛 就是很愛情族的那種活動 所以說走到哪裡都很喜歡說 招棚 呼朋引友這樣子 一直到處都會 對 有一些朋友什麼的 但是他就有一個性質 就是比較怕孤單 這種是怕孤單 所以你是他老婆的話 你就記得 常常的去要跟他在一起 不要讓他有孤單 因為他孤單的時候 他就會打電話到處找人 跟他們一起 所以如果說像這樣子的話 他走到哪裡 你跟到哪裡的話 那以後他就會跟你 叽叽叽叽叽 就一直在那邊聊天 那以後來講 你就可以管得住他 這就是他們的特性 掌握這幾個特性 對 不過剛剛前面 講到夫妻就說 像文婉提的那個 如果你實在是 爭取不到老公那個 那你就設局 對不對 因為那個是爭 那個是爭一時 爭現在 可是我們要問一下蔡律師 有哪些大老婆的育夫絕招 他是爭長久 最後老公真的乖乖收山 就回來了 我覺得 文婉講一個很重要 第一個是 你要抓住對方的弱點 第二個 你要夠了解對方 其實我碰過一個太太 她現在 我猜可能是天秤座 我猜啦 就是說 她現在其實是很怕 失去平衡的那種人 可是她平常是滿愛家的人 只是也不曉得 為什麼到了領老入花城 幾歲 大概幾歲 大概是56歲的時候 五十六歲還會甘得贏嗎 其實還我經驗 80都還有對不對 男人到了那種就是 歲目的時候 她會想要爭取 就是這個青春的尾巴 你知道嗎 青春的尾巴 一個女人這樣突然 要對你投以崇拜的眼神 那種感覺多有成就 不過我相信 就是說你年齡越老 你忽然覺得都 那裡都沒了 忽然出現一個女的手 蓋起來要彈 那個心情真的是 那我要抓住這樣 所以那個男生 其實他就陷入情亡了 可是這個女孩子非常有智慧 其實兩個學歷都很高 他們平常在別人的眼中 也真的都是模仿夫妻 可是他還非常有智慧 他知道他先生其實那種 就是優柔寡淡型的男人 他知道如果他不做決 他先生不會做抉擇 但他也很清楚知道說 他們過去30幾年 其實建立了什麼樣的情感 他覺得他先生不會不要他 只是他一時迷惘 所以他太冷聰明 第一天他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哭啊 當然都會哭啦 想到男人巴掌 第二天他馬上就醒過來了 他覺得這些都沒有用的 是 這些只會讓他先生的 最後有感一直消退 所以他就跟他先生講說 我覺得你沒有辦法做決定 而且我也覺得說 如果有個女人可以讓你開心 那我也很開心 他就說我走 你都不要 他就說你都不要 他說你都不要困惑 你也不用抉擇 我抉擇 將來誰說離婚的就是我 然後他就問他先生說 你覺得你什麼東西可以給我 你就給我 如果你覺得什麼都不能給我 你也不要給我 但他為什麼敢講這句話 因為他知道他先生的個性 我問他說你怎麼敢這樣講 他說因為我知道 我先生全部都會給我 因為他已經這麼 內疚了 對 他內疚 他先生會覺得 你不吵鬧 這麼乖 就覺得不好意思 然後你只是 他對不起他 我對不起你 然後你只是為了想讓我覺得 我快樂 所以你就放走我 他先生就說 可以不要離婚嗎 他太太跟你講不行 沒有不要離婚 不要離婚就是 我要你離開那女生 可是你一定離不開 然後我也不會給你任何時間 因為我會受不了 而且我愛你 我也除了剝奪你的快樂 他不是這樣講 他說如果我再給你時間 去跟他切割 其實最壞的 最好的狀況也是 我們倆感情 很多美的東西都破壞掉了 我不要這些東西 他說沒關係 你可以給我什麼就給我什麼 他說如果我們有緣分就會在一起 他就要求他現在要跟他切離婚 寫說他先生真的全部都給他 可是他先生當時還是個董事長 所以是有錢的 就是他會自己在賺錢 可是他現在所有的名下的存款 關貨美金 所有的美國的房子 他們的房子 全部都給他 全部都寫給他 然後這個太太就以第三者 介入他們的交往 反過來變成 其實太太不是故意的 太太就打電話跟他講說 女兒畢業典禮 妳要把他來參加 那旁邊那第三者就抓狂了 中間有牽扯 而且你知道嗎 而且太太聰明再來 因為你看先生剛離開太太 先生會很失落 其實他會很傷 他會覺得對不起他 所以要回到他女人生命的時候 是一副那種 像失戀的樣子 然後那女兒就非常抓狂 就覺得你太太都可以 已經跟你離婚了 你可不可以開心一點 對 你為什麼你有這麼愛他嗎 你怎麼可以這麼不開心 我們兩個還不可以在一起 對 真的是最好的 人性 不到半年 這個先生就回到大老婆的身邊 兩個人就在結婚了 掌聲鼓勵鼓勵 不過他們一直到現在 其實都過得非常好 聽起來很爽 對 好有智慧 而且多沉的住氣 但是太太是真的很了解 他先生的個性 而且感覺真的好像韓劇 真的是這樣 你知道像一般的女人 在一開始知道的時候 都抓狂 然後就是吵得我不要離婚 結果到最後那男的 本來是什麼都要給你 我只要離婚的 到最後他什麼都不給你 他也不要離婚 反正他已經跟那女兒在一起 你也奈我喝 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要冷靜 就是 尤其說你 就是說你不能去掀開那個真相 不能把那個男的臉都撕破 對 其實我外遇我有罪惡感 是的 但你如果真的都把我撕開 那麼醜 讓我看到自己那麼醜 對 那我就乾脆就翻臉 他會開始防衛自己 他會覺得我沒有那麼醜肉 你幫我弄得這麼醜肉 我總有好的地方 所以他會開始去講他好 然後就慢慢忘記自己 不對的地方 是 這個太太真的好醜 厲害 各位太太媽媽小姐一定要注意 要注意 來 學起來 請大家一起來測一下 有一點殘忍 塔羅測妍愛老師 我們要測的是 我容易被逼退嗎 好 好 我們大家趕快來看一下 不管你現在在談戀愛 或者是說是在婚姻當中 如果另外一半要逼退你的話 要跟你分開這樣的關係 你會不會容易被逼退 或者是第三者要逼退你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這五張塔羅牌 都跟一個悲傷的情境有關 第一張牌呢 是一個人孤獨的走在一個街上 替戲 然後去酒店喝酒 好 第二張牌呢 是在打破著這個廚房 杯子的廚房當中 把家裡的碗都摔碎 好 第三張牌呢 是把那個雨傘都摔落在地上 三把 然後第四張牌呢 是一個人呢 在那個街旁上等車 那第五張牌呢 是一個人呢 在房間裡面孤獨的做瑜伽 憑你的直覺選一張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另外一半 或第三者在逼退你的時候 你是不是容易被輕易的逼退 好 來 我們的蔡律師 D 好 好的 來 文婉 有點難 B B 好 D 我也選D耶 D啊 D喔 我要在家做瑜伽 好 好 有沒有承辦青森 我們要三把一閃 三把一閃 三把一閃 我要A A 好 在外面街道 她們很久沒去了 她們去抬走也好 她們去抬走的心情 真的 如果我 我要選D 好 真的 直接帶著狗 有車就上 你們都不會有層次 我是先摔完東西 再坐車回去 先上了再說 因為我想坐那台飛機 狗拜的 來 觀眾朋友 大家趕快選一個 我容易被逼退嗎 哪有那麼簡單 來 先進廣告 馬上回來